三, 四, 六, 四 下边说这个推手啊 先说这个活部推手 单手的活部推手 你也有什么方法 推手的 这边跟一边 跟一边一边 大伙挺喜欢这个活部推手的 先说一个单手的活部推手 然后再说双手的活部推手 这个呢是跟单手定式推手是一样的 这两个合法要一定要捧圆 捧劲不丢 捧而不僵 捧而不屑 要有一定的贪性 这时候放松 放松平了 这是两个单腿手的动作 走的时候呢 这个下腿啊用的是肩部 要松要落跨剑部 剑部本身就是一种这个进攻的步 你只要把剑部练好 你几个人的功法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剑部看 剑部看 你不用打它 刷底下都已经有办法就给打了 底下用的是剑部 必须要练好手的落跨 你这边松到这些都不 必须松下去 这边摇摇呢 要用剑部 叹击八倍 要动作要卖功要清理 所以是要停着对方 越松越好 非常自然 他按,我是捧看 我按,他捧看 手续不能做 最后我们在家是练了 练了之后 不停的一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就这么多 一个小时不停的事情 我们在家老师不让我们听 这要可练一小时 你不这样就练不出来 你不这样练不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